非電骨配角變主角 是今天嗎?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期日通 我是Andy 我是劉歐 台股今天上演大驚奇喔 大漲了135點耶 那旁邊上是非電骨看起來很強喔 這個族群還可以追嗎劉歐 唉你看一下這個行情 早上你剛剛不是講說 早上看沙序 我就覺得死啊死啊死啊 快要跌超過100點嘛 對 好可怕 期貨超過100 現貨逼近100 跌霸幾點 可是後面又拉起來 大漲135點很強耶 中間的來回價差超過200點以上 那重點是整個盤的結構 是在漲什麼 那怎麼會從大跌又變成大漲呢 讓大家都傻眼傻住了 結果今天盤面上最強的是什麼 非電 非電是誰 誰特別強 航運 鋼鐵 全面性的噴出 那很多人就想說 哇那我就買這個航海網就好嘛 對啊 事實上這個我們看到這個網路上嘛 FB 不是大家都在傳那個 買9000張的航海網嗎 買船票啦 大家都很羨慕嘛 買船票準備開航了嘛 結果呢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看大盤 我們先看大盤 大盤今天其實 整個多頭架構 其實還沒有改變嘛 還是偏多嘛 因為你看MAC指標 其實還是在往上嘛 重點是逆架差還高達72點 所以盤如果是出現逆架差 你就不要隨便去放空 不要隨便放空 好那我們再回到剛剛這個鋼鐵航運 為什麼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鋼鐵航運其實是有點過熱跡象 當大家都一窩蜂 往這個方向的時候 你仔細看一下喔 我把這個今天成交比重低大的 當然還是在電子啊 可是電子的成交值 成交比重 今天是57 之前喔 平常平均是在72 那今天掉多少 比平均值掉了14% 也就是說錢都跑去其他地方了 跑到哪裡去 跑到航運 航運平常的這個成交值 成交比重啊 是5.85% 今天來到13.6% 也就是說比平常多了一倍以上 多7.76% 鋼鐵部分也是一樣 平常只有2.45% 那今天跳到多少 5% 5% 以上嘛對不對 也是翻倍嘛 這樣會是人太多嗎 我覺得有點擁擠啊 有點擠啊 那反而是電子半導體 有沒有電子零組件 甚至你看到鋼鐵的部分 這個很明顯的大幅度的增加 甚至你看差一點點都要往上 一直不斷往上擠嘛 甚至於要超越其他的這個電子 很誇張耶 航運已經擠掉這個電子 已經第三名了 變成第三名了 所以我想 確實短線有過熱跡象啦 那我反而認為說 鋼鐵航運這個地方 風高 應該要賣出 要調節了 而不是一窩蜂的去往這個地方擠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反正是電子 電子今天會不會反而是幾回 今天電子是跌特別慘 那上半個 上半月啦 12月份的前兩個禮拜 電子比較強 大漲 大漲很多 對,可是後面變得反而是比較弱 因為台幣一直不斷的在升值嘛 可是我們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明年 我們現在看的是明年 已經看到明年了 對,所以明年的部分 我認為這個莫斯菲 有些是主流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 國民大群組的主業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這個 認識莫斯菲嘛 坐擁千億商機嘛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莫斯菲 感覺上很抽象 對,不知道這個原理是什麼 也不知道用途 好,其實莫斯菲 它就是一個電晶體 那我們看到這個電晶體 它有左邊叫做圓極 右邊叫極極 那上面有一個雜極 就是用來控制電流流通的一個電子元件 那如果我們把它簡單講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水龍頭 水龍頭的開關 開關 打開之後呢 電流就可以從左邊流到右邊 那關起來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流過去 那它就是那個開關 它就是那個開關 它就是那個水龍頭的一個開關 控制電流的開關 好,那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詳細啦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嘛 詳細我們就看這篇文章裡面 在主頁裡面 對,因為之前大家很瘋嘛 瘋那個快充 快充 快充三雄 快充三雄 比如說那個天玉啦 什麼通家 偉旋電 長半天嘛 可是你看喔 只是充手機的快充 就長半天 但是充電動車的快充呢 充機車的快充呢 它所需要的這個電流更大 你必須要耐高溫 耐高壓 所以未來它的商機會更大 遠遠超過充手機的 比快充還強 對,沒錯 好,所以你看到副頂 今天就直接攻上 而且大盤很弱的時候 大盤很弱的時候 它反而特別降 所以就有機會 它是明年的主流 它是明年的主流 好,所以你看到新聞媒體 也開始在暴躁嘛 說入場今年以來 下半年已經連續三次上漲 那大宗、杰利、副頂、尼克森 渴望跟進嘛 業績看望 那漲價我們先前提過 是明年才開始漲 所以現在離明年很靠近 現在布局剛好 那我們知道 副頂為什麼今年特別強 因為它今年的業績 年增37% 特別強嘛 它是裡面業績最好的 業績最好的 可是它去年是最差的 但是去年最好的尼克森 今年反而比較差 那明年呢 會不會尼克森 直接被超越了 尼克森反而又活起來 又活起來 因為它的基期是比較低的 基期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想投資票 可以往這個方向 來做一個思考 那你看副頂 是不是已經來到 2018年的高點附近了 這是月線嘛 可是你看尼克森 是不是又十年摩一件了 還沒起床 那有機會 我想投資朋友 可以往這個方向 來做一個思考 來做一個思考 逢黑啊 再考慮要不要 現場做一下買進的動作 是 感謝Leo的分享 想要收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也別忘了加入Leo的Line Apps和Telegram 財經接通我們下次見 拜拜